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斌主播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号 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我又站在了Groos Mountain这个大牌子的前面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看看这一大溜绿 这是斌主播在Groos Mountain滑雪以来 头一次看到所有的雪道全开吧 尤其是那个 有一个永远不开的道今天开了 是 Coven 123456789 倒数第10个道 然后呢 现在目前的雪的厚度呢是235厘米 total今年雪季一共下了358厘米的雪 对 然后现在 今天是1月1号吧 新年的第一天 Croos Mountain今天 4点钟就要关门了 所以我们现在上来的时间有点晚了 已经一点了 我们要抓紧了 只有三个小时可以滑了 今天有点阴天嘛 没有太阳 对 不过今天可视度还是非常好的 几乎没有什么雾啊 云啊什么的 所以应该滑起来会很舒服啊 目前雪矿也还好吧 也不硬 比较软 这两天的温度都 都是在 零下10度到零下5度之间吧 今天白天好一点是零下2度 看今天能见度多好 远处就是温哥华的 dontown 这个位置 然后 天边有一抹黄色 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因为现在是中午的一点左右吧 太阳应该是在这个方向 看看 从这个角度看 dontown就更清楚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主播 今天是2022年 2022年的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 呃 这也是冰主播2022年的第一滑 今天下午呢 不到一点上来的 现在是一点一刻 滑了两趟 啊 今天goes mountain开门时间呢 是到四点钟 然后呢 因为是今年新年第一天嘛 他们的员工也要回家去和家人聚会 所以我们今天的滑呢 只能滑到四点 还只有不到三个小时了吧 两个多小时 呃 那边呢 是直接通往goes mountain最高峰1231的 peak的 就是它的山顶 也就是它的最高点 那么从最高点下来的两趟道 一条是蓝道 一条是黑道 在goes mountain的餐厅呢 有一个角 它这有2010年冬奥会的火炬 看 这是冬奥会的火炬 而且是燃烧过的 还烧黑的 然后呢 火炬的背后呢 就有这些传递火炬的照片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奥运的冠军 对 来到goes mountain的一些照片 看 在goes mountain上滑冰 好 大家好我是冰主播 我跟teter刚才在chalet里边休息了一会儿 刚才有点冷冻的够呛 现在我们接着滑吧 只有 只有一个小时了 好 你啦 哇 追不到了 太快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K